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2日 也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里面的 最重要的节气 冬至 中国人很多说 冬至大过年 所以在今天里面 很多人都一家大小一起 吃点美味佳饵去享受这个节日 在这个冬至里面 其实为什么24个节日里面最重要这个呢 因为冬天 天气冷 有胃口 同时在这段时间进步 是最适宜的 因为热天你进步你觉得热 冬天进步你会觉得 很好 很合口味 很温暖 而冬至开始 连续15天进步 每一次的进步的效果可以等于10倍那么高 这个我以前介绍过的了 就是说这个冬至的原则 养生原则 这个视频的网址 我会在现时简介下面有的 同时在这里略略提下 冬至开始 是很冬的天气 连续有 这个三次的九寒天 就是27天 从冬至那天开始的 头九天 叫做19 接着的九天叫29 当然第3个九天叫39 这是最寒冷的时节 所以我们很容易 就会 受这个风邪 发生疾病 而心血管神经是特别脆弱的 容易有发中风 心疼痛 心疼痛 心肌梗塞 这些重要的病症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养生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要适量地进步 特别是 冬至 连续15天 这段时间 你进步 什么补品你都可以守得 同时要多吃萝卜 多吃碳水化合物 因为冬天我们需要多点能量 碳水化合物就供给我们能量 萝卜中医就说 冬吃萝卜 下吃姜 所以 不用医生开药 所以冬天吃萝卜是好的 还有要注意的是 增加维生素的摄取 因为冬天 比较少了这些蔬菜 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同时天气这么冷 我们当然要保暖 当然要穿多些衣服 不过你会睡觉时 觉得手动脚动 所以我们 提议大家 可以 睡觉之前 泡脚 浸脚 因为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改善你睡眠 所以三九天 浸脚是很有帮助 运动不可少 运动不可少 冬天如何出外去跑步 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室内伸展运动 或者按摩下月位 关于这个冬至养生 这个原则 的网址 我会在现时简介下面 除了我还会介绍 曾经上传过 适合冬至和三九天的汤水 这个视频也会在这里简介 浸脚这方面 对于我们保健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有两个视频就是 关于冬天浸脚 加这些 医疗效果更加好的 加什么呢 就是加生姜 去寒 加艾草 你就温暖你的肺部 加桂皮 你就可以消肿 如果你容易抽筋 就可以加些尾盐 Epsom salt 这些都会在这个视频的介绍下 还有一个视频就是 新根草是可以输筋活络 缓解你的风湿 鼻痛 这些麻痹 这几个视频全部都是炮脚方面的资料 冬天炮脚 令你身体健康之余 而且 令你温暖 睡都睡得好点 所以这三九天里面 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炮脚时间 多谢你收听